我是葉提老師 經眾網友無端影射 本人葉提 根本就是周周 也太像周周了吧 周周帝 周葉提等語 近期相關糾紛 周周本人 並沒有同意我葉提老師 對以下內容 以口述方式錄製成 影片 不是 我這個真的有那麼像嗎? 到底哪裡像周周 沒關係我今天就找了一個 AI辨識程式 他可以辨識出兩個人到底是不是雙胞胎 到底他的相似度有多少 我們今天就來做一下這個測試 首先我們看一下這兩張 正妹朋友提供的照片 朋友很好心的跟我說 這個照片給你用 那我就把它來測試 因為他都是本人嘛照理說他的相似度應該要很高 如果他的相似度很高 然後就代表說 這個AI的網站是可以信任的 我們馬上來看一下電腦的畫面 好我們已經進入到了 AI的人聯比對的程式畫面 首先上傳一下我朋友的這兩張照片 他目前單身 想要IG的 在底下留言 各位可以去追蹤他的IG 好這兩張是同一個人 我就馬上辨識一下 這個是外拍照 就是我朋友的外拍照 如果他相似度很高 就代表說這個系統是可以信任的 相似度有92% 所以應該看起來是還不錯的 所以我們馬上上傳 我和周周的臉去做 去做比對 周周這張 這個是道歉的時候 那右邊就放葉體老師 我的照片 好比對一下 62% 根本不像 可是這樣不太準 我們要交叉比對一下 周周本人和周周本人的相似度 有多少 我根本就按周周只有62% 那裡像 好 我們接下來放 你看這是周周 這也是周周 這兩個都是周周 那他的相似度有多少 44% 周周和周周本人的相似度只有44% 所以周周其實比起他自己 周周其實更像葉體老師 所以 葉體老師根本就是周周 不管啦 這個系統 不知道他是怎麼辨識的 但是也有眾網友說 Toys長得很像周湯豪 甚至說周湯豪長得很像Toys 在前幾天呢 有位網友 去周湯豪的臉書底下留言說 你為什麼要榨讀 然後周湯豪就爆氣回覆他 我不知道回覆什麼 反正很好笑 那我們就放一下周湯豪 和 我們先一樣測試一下 周湯豪和周湯豪本人的 對比好了 看一下他到底 有多像他本人呢 68% 周湯豪其實 也沒有很像周湯豪嘛 到底在說什麼 那我們就看這張 那時候說 右邊這張照片是很像Toys 那左邊是周湯豪 那 我有時候也會認錯吧 右邊這張當成Toys 但其實他是周湯豪 好 人臉比對一下 66% 這個系統 便是周湯豪本人的能力 大概只有68% 所以如果我待會放上Toys的照片 和周湯豪的照片 如果超過68%或70%以上 那可能就代表說 真的很像這樣 Toys的話 放一張這個照片好了 新聞日報的那個照片 45% 不太像 不太像 那左邊周湯豪 我再換一張 比比看 61% 所以他是臉的角度的問題 左邊的周湯豪 就很像右邊的Toys Toys也有另外一張 會不會很像呢 看看會不會超過70% 62% 其實都超過60分啊 都及格啊 左邊來講 周湯豪的 第三張這兩張 看看會不會很像 64% 唉唷這個很高 左邊這張真的我覺得很像Toys 那Toys在右邊這張 很像 在汽車前面的照片 他因為臉比較小 可能要分析一下很久 48% 沒有很像 還有這張周湯豪的 不知道什麼照片 我們馬上看一下他 那相似度有多少 45% 欸 所以其實周湯豪也沒有那麼像吧 可能就是角度像而已 對 差不多是這樣 那我是葉體老師 我 不是周周 那 呃 我也一直在看稿 好 那就這樣 我是葉體老師 我們下次見